那么今天呢就直接来看到我们要去采集的一个网站是哪一个 我们采集的是啊不是彼岸对吧 就是我们呃对吧美团的会所啊某会所对啊某会所 具体是哪一个呢 那我们都可以把它进行一个采集 对啊这个美团的话需要登录啊 你们去网站的话需要扫码登录一下 或者说去啊经常去我经常去的那一个 那我经常去的话是吧 我没有去很多啊对吧 我没有去很多也就那么对吧 123456789可能数也数不太太多啊忘了 对啊只能说忘了啊忘了忘了 对吧OK啊 那么今天的话有几个目标 第一个的话我们首先来我们第一阶段的目标 我们第一阶段的目标的话 是采集上面基本的数据 像它的一个名字评分评论 它的一个店铺类型 然后它的商圈人均消费 以及它的一个详情页 详情页UL 这是我们第一步的需求 这是我们第一步需求 是采集它基本的内容 第二步需求的话 也可以教大家去采集里面的一个详情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详情页的一个地址 电话营业时间 对吧 这些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采集 对吧 只要我们爬虫有句话叫做什么呢 爬虫 可见 即可爬 只要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数据 我们都可以给它进行一个采集 但是我们要把这些数据内容采集下来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对不对 嗯 在我们爬虫的话 它也有一个基本的流程思路 爬虫的基本流程思路 流程思路 这个流程思路的话 无论说你是今天采集美团 还是说之后采集其他的 它都是一个通用的 都能去使用 按照这个都能去使用 主要是分为两个 第一个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代码实现的一个步骤过程 好吧 主要是分为这两步 为什么我们要去做数据来源分析啊 给大家这里解释一下 对不对 嗯 我们做数据来源分析的意思就是 我们进入一个网站 我们现在入眼所看到的 我是能看到这个数据内容的 但是呢 你要去抓包 你一定要去抓包 抓包 分析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它是请求的哪个网站 对吧 请求的哪个UL地址得到的 对不对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个抓包分析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一定有的 对吧 我们所看到的话 它是来自于什么 这个链接 对不对 但是我们想要的这些数据的话 并不是在这个链接里面 这里的话 我们就要通过一个什么 开发者工具 进行一个抓包分析 那开发者工具的话 在这里的话 问一下各位同学 会用的同学 来给老师扣个1 开发者工具 会用的啊 扣个1 不会的扣个2 对啊 会用扣1 不会的扣2 是吧 没有扣3的啊 F12 对不对 是的 我们有些同学知道的啊 他还是一个什么 F12 F12 或者呢 或者鼠标右键 点击我们的一个检查 选择network network 就可以打开我们所说的一个 开发者工具界面 不会的也没有关系 一步一步教大家 来 我们先啊 鼠标右键 点击检查 选择network 选择network 好不好 选择network 对于美团这个抓包啊 我们先打开这个界面 这个network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抓包的地方 对于美团这个网站的话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我老是找不到URL 对的 我就教你怎么找 对于今天这个的话 我就教你怎么找 好不好 来 我们打开之后啊 我们打开别刷新 对于美团这个网站的话 你不要刷新 你点击第二页 点击第二页啊 点击第二页 来我这里写一下 不刷新 点击第二页啊 点击第二页 让他加载第二页的数据内容 点击第二页 为什么点击第二页啊 我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这一个网站是动态的 动态数据 对于动态数据的话 你千万别刷新 因为对于动态数据的话 你是点击翻页去抓包的话 是更方便的 更加直接的 对啊 我们点击过来之后呢 我们选中什么XHR 选中这个XHR 然后呢 第一个数据包 第一个数据包 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这里面的话 就我们想要的一个店铺数据 比如说你看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想要的一个 第一个 我们这个什么按摩足利啊 对吧 它是哪里的 五广高铁 它的名字是什么 我们这个俊语会所 是不是在这里面就有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点击第二页之后呢 我们啊 可以干嘛 选中XHR 第一个数据包 就是我们要的 我们想要的 内容 是吧 简单简单 简单简单简单 有时候你也找不到 对吧 这个是我教给大家 对于本网站的一个简单的方法 好不好 对于本网站的 你怎么知道这个 哎 有同学问了 哎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那老师 你怎么是知道是第一个呢 对吧 哎 我告诉你 我怎么知道的 我接下来就要告诉你 我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这样子告诉大家的原因 是因为 我要让你们知道 这是美团的数据 它是来自于哪里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对于小白的同学来说的话 是比较好能接受的 选择XHR 然后第一个数据包 就是我们要的 哎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问题来了 我怎么知道 对吧 第一个是我们要的 这个就是要用到一个什么呢 搜索工具 用到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用到开发者 对吧 这是核心了 开发者工具的一个搜索功能 搜索功能 应该说搜索功能 对不对 来怎么用 就你们找不到的啊 学一学 对吧 找不到URL的 来学一学 怎么呢 首先的话 我们要的数据 你知道吧 对不对 我要的数据 就比如说你要去采集数据 你要采集什么数据 这个东西你肯定是知道的 是吧 那我们要采集什么 我要这个 这个是不是 这个店铺名字是我要的 那我就给它复制过来 我把这个店铺名字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之后呢 点击这个搜索按钮 然后在这里面进行一个搜索 回车 回车之后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包 点了之后 在右边 会给我们返回一个Response 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响应数据 这一步 有些同学说 老师你慢一点 对啊 我看到有点懵啊 没关系 我给你解个图 我给你解个图 我刚刚那一步操作 是怎么操作的 第一个 复制我们这个内容 第一步 复制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数据内容 这第一步 然后呢 第二步 点击搜索按钮 搜索按钮 搜索按钮是哪一个 就是这个放大镜的一个logo 搜索按钮 然后第三步的话 输入搜索内容 输入搜索内容 点击回车 点击回车 下面这个月 就是他返回的一个数据包 这个的话 就是他返回的数据包 返回的一个数据包 也就是什么呢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在这里面 知道怎么去找了没有 这是最基本的 对啊 这是最基本的 通过搜索个能 塑噶原来是这样子的 对的 说得死内 好吧 就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这样子的 简单吧 那么点击之后 没完啊 没完 对啊 我们按正常的话 我们点击之后的话 在右边会给我们弹出一个什么呢 弹出一个response response是什么 response的话 我也给大家去解一下 这个response 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返回的一个响应数据 返回的响应数据 好不好 然后preview呢 preview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 我写下面预览的意思啊 预览 对啊 这个是预览 然后payload的话 是请求参数 请求参数 然后我们的一个headers呢 headers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头部信息 对 这个headers的话 就是头部信息 头部信息里面的话 就包含了 请求的UL地址 是吧 请求方式 响应投 请求投 都在这一个头部信息里面 这就是我们去抓包的时候 要看到的最基本的东西 最基本的东西 好吧 你们也可以把这个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所以说我们对吧 当我知道我想的数据是来自这里的时候 对吧 你像我们点击preview 预览 预览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展开 展开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看到我想的数据都在这里面 对啊 它的评论139条 评分4.3 平啊 人均消费150 看到没有 人均消费150 对不对 评分4.3 哎 足疗 对吧 哎 高 五高广 五广高铁 是不是都有了 然后payload的话 这里就是请求参数 headers的话 这里面就有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对 这里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哎 给他放小一点点 放小一点 再给你们几个图 这个headers里面 像这个request URL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请求链接 请求的一个UR地址 下面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请求方式 请求方式 对吧 一步步给大家写清楚啊 因为同学都希望大家能懂啊 还有我们的一个响应头 对吧 这个responseheaders就是响应头 那requestheaders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请求头 请求头 OK吧 见不见了 对啊 老师请你用日语给我们讲 日语的话我就会那几个打妹打妹 对吧 哑妹哑妹 我就只会这些啊 你要其他的啊 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对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啊 我没有学过日语啊 没有学过日语 我学的都是从电影上面来学的 那种什么哑妹打妹啊 都是电影上面来的 其他的我就没学过 对吧 OK吧 这些是干嘛的 对吧 我这些的话我就知道 请求的是哪个链接嘛 这是我们要请求 就意思是什么呢 通过我们这样子去分析啊 请求这个URL地址 请求这个王子 以一个get的一个方式去请求 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我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这些 基本的一个数据信息 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第一步 数据来源的分析 去抓包分析 知道了没有 来 知道怎么去抓包 哎 明白了同学来给老师扣扣六 哎 这一步明白了扣扣六 好吧 这个 这个思路能明白同学扣扣六 这个的话应该大家都OK了 应该都是OK了 是吧 都会抓包了吧 OK 不难啊 不难不难 确实不难啊 OK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代码实现了一个步骤 这个步骤的话 它也是通用的 好吧 也是固定的四大步 四大步骤 哎 打不打死啊 四大步骤啊 四大步骤 对不对 那四大步骤呢 第一步 发送请求 第二步 获取数据 第三步 解析数据 第四步 保存数据 那这四步是什么意思呢 也给大家去解释一下 也给你们去解释一下 发送请求的话 就是对于刚刚 分析得到的 URL地址 发送请求 对不对 就哪一个啊 就对于这一个URL地址 去发送一个请求 然后呢 获取数据 获取的就是 服务器返回的响应数据 对应的就是 开发者工具里面的一个什么 response 对应的就是 开发者工具里面的response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 我们要获取的是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得出 得到的时候 它是不是比较多 并不是所有的都是我要的 所以说第三步 解析数据的意思就是 提取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提取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对吧 我们想要的一个什么 店铺基本信息 好不好 那我数据要得到了 那我们就干嘛 保存数据 保存到表格里面 OK吧 那个地址是通用吗 所有的数据都可以拿得到吗 我们想要的数据都可以拿得到 对 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想要的都可以拿得到 好不好 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内容 对对 这个 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是通用的 这个是通用的 这个链接是通用的 对于我们这一页的数据 是都能爬到的 对于我们这一页 这一个页面的一个数据都能爬到 那我们实现多页的话 那就是第五步了 对吧 最后的话就是一个什么 多页的一个数据采集 OK吧 就是request bs4和jason就可以了 对我们今天不会用bs4 我们直接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 request 就够了 其实用一个request和csv就够了 就够了 好吧 OK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写代码了 接下来我们就写代码了 写代码 写代码的步骤的话 我们就按照这个来 按这个来 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 不同的店铺链接肯定不同啊 对的 不同的店铺链接是不同的 不是有还有其他店铺吗 他一共有 哎 那我来来来来 对吧 没关系啊 没关系 来 我们结果一共是得到 0到多少 31啊 32个店铺都有啊 那这是第二个店铺的数据 这是第三个店铺的数据 这是第四个店铺的数据 对不对 看没有 为什么你这里没有payloads 因为你的payloads的话 可能在headers下面 你可能是在headers最下面这里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没有这个 但是他的payloads的话 就在这个headers最下面 OK吧 用谷歌连起 对吧 你没有谷歌连起的话 可能是在最下面 好的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写代码了 没问题了吧 OK写代码了 模拟 浏览器 发送请求 那么写代码的话 有不懂的话 都可以问啊 都可以问 那么首先的话 对吧 发送请求 大家都知道 我们先导入一个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 数据请求模块 import request 是吧 你直接啊 就非常简单 直接导入进来就行了 但是这个模块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呢 第三方模块 需要大家干嘛呢 PIP in store request进行安装的 在我们的cmd里面 或者说 在我们的一个终端里面 都是可以的 那怎么去安装呢 来 这里有一个安装的教程 截图发给大家 这安装的教程 安装的一个模块的一些问题 也在这里面啊 你们也可以保存一下 对吧 也可以保存 好好啊 也可以保存一下 明白了吧 好吧 都可以自己去保存啊 保存 那么发送请求的话 我是不是要确定一下 确定一下 请求的URL地址 好吧 URL地址 我们拿过来 拿过来 其实我们发送请求的代码 发送请求的代码 这个代码 这一部分的代码 都是可以复制粘贴的 都是能复制粘贴的 直接复制就完事了 URL 就是我们这一段内容 就这一段内容 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可以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对吧 有的人电脑可能会慢 万网连接算 算是 啥意思啊 OK 我们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对吧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请求的一个链接 但是呢 我们这个链接 它是比较长的 对吧 对于这种长链接的话 我们是可以分段写入的 长链接 对吧 长链接可以分段写入 分段写 分段写的话 怎么去写呢 就是问号后面的 这一部分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干嘛呢 用一个请求参数 直接给它传进去啊 对吧 把这一段给它删掉 对吧 把它删掉 后面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什么的 请求参数 就是我们那个data 这个请求参数是哪一个 有没有同学能告诉我 请求参数在哪里 请求参数在哪里 还记得那一张图吗 同学们 还记得那一张图吗 啊 配乐者对不对 哎配乐者还记得不 在这个里面啊 在这个配乐者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配乐者里面的内容 给它复制过来 哎 把它里面的内容给它复制过来 复制 粘贴 哎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复制粘贴之后呢 这个内容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字典的数据类型 试点的数据类型的话 要构建完整的一个箭纸队 构建完整的一个箭纸队 那完整的箭纸队的话 我们可以干嘛呢 批量啊 可以实现一个批量替换 批量替换教大家 怎么去批量替换 选中内容 按住康学家 然后里面写我们那个正值表达 生命点心问 冒号空格括号点心 对 然后呢 我们的一个引号引号 导老服一 冒号空格 引号引号 导老服二 逗号 然后呢 点击全部替换 replace all 这样子就替换好了 替换好了 是吧 怎么去替换呢 首先第一步 选中替换的内容 按一个什么呢 第二步 按我们的一个 counter键加R键 counter键 加我们的一个R键 第三步 输入啊 选 先勾选上 勾选上我们的一个正值命令 正值 勾选上这个点心 勾选上点心 然后输入正值命令 命令 命令 正值命令的话是什么样子呢 是这个样子的 上面是这一个 下面是这一个 好不好 这一段内容的话 我可以截个图发给大家 截个图发给你们 这是我们批量替换的一个内容 批量替换的内容 真的表示估计好多人不会 没有关系 对啊 没有关系 如果说你是这里做这种的批量 批量添加我们字典的一个引号和逗号的话 你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去做 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方法 没有 对啊 你你不会的话 你不会正值没有关系啊 你就按照这个方式去做就可以了 好不好 OK吧 有没有问题 好吧 来我们写的这几行代码的话 有问题的同学可以问一下 没有问题的同学来扣个一 好不好 没有问题扣个一 有问题的扣个二 没有问题扣个一 有问题扣个二 一步一步来 不着急 因为你的技术同学会比较多 你技术同学比较多 就照顾一下 好吧 照顾一下 OK 没有问题是吧 那么继续 继续的话 我们发送请求的话 有多少同学知道 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去发送请求 对我们直接发送请求 我就直接这样子写 request 点上我们的一个get 有 等于有 performs 等于data 好吧 我们直接这样子去写 行不行 行不行 这个正则是干嘛的 正则是用来替换内容的 我们是把它批量加上引号 相当于什么呢 这个步骤的话是批量 添加引号 添加我们的一个引号 和逗号 对吧 是的 还有headers 是的 还有headers 我这里没有加 没有加的话 我给他 给他看一下 我们printer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 我先不加 先不加 先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cookie不需要加吗 对的 不需要加吗 为什么要加 为什么不加呢 对不对 这个也要给大家去讲一下的 讲一下的 来 那我们运行了 我们发送请求之后的话 他在这里给我们返回了一个什么 返回了我们的一个response 403 response 403 那这个response 403是什么意思呢 给他去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他的一个整体的话 整体是表示的是我们的一个对象 表示是一个对象 一个什么对象呢 不是你女朋友 不是你男朋友 他是一个响应对象 他表示的是一个响应 response 他是回复响应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是一个什么呢 响应对象 称之为是一个 这个玩意怎么关 这个关不了 我就放一遍 好吧 他是一个响应对象 响应对象的意思 那403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403的话是一个状态码 状态码 状态码 表示的是什么呢 没有访问权限 访问权限 实际上的话 就是表明的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的话 就是说明我们被反爬了 对 禁止访问 被反爬了 当我们得到一个403的时候 被反爬了 对不对 被反爬的话 怎么办 好不好 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当你请求网站 被反爬的时候 被反爬的时候 遇到反爬的时候 一个简单的 一种最简单的一个反反爬手段 就是用什么 用我们的一个 Heads请求头 伪装 伪装成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去发送请求 就伪装一下 因为我们不伪装的话 就被识别出来了 就相当于我 我在大街上裸奔 人家抱了个紧 说这个人耍流氓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穿个衣服 对吧 我们要给他穿个衣服 穿个衣服 来就是我们的一个 Heads请求头 好吧 Heads请求头 给他穿个衣服 那Heads请求头的话 他也是字典的数据类型 字典数据类型 并且的话 可以在开发者工具里面 复制粘贴 Heads在哪里 请求头在哪里 还记不记得我前面 给大家画的一张图 还记不记得这一张图 是不是 我说过吧 他的Heads是哪一个 请求头是哪一个 Request 还得是 再给大家发一遍这张图 再给你们发一张这张图 是吧 可以直接去复制 复制哪两个呢 像403的话 我们一般要加仿道链 403的话 我们要加仿道链 Reform 好吧 然后我们就加哪个 有些同学说 不加Cookie 服务器认为你们不登录 对吧 我就不加Cookie 好吧 我们只加什么呢 加我们的一个仿道链 和我们的一个UA 这个网站可以不用加Cookie 这个网站的数据的话 我们爬这个数据的话 可以不用加Cookie 加Reform防导链就行了 加Reform防导链 和我们这个UA UA 复制过来 咱们加上引号 加上引号 然后呢 把我们这一个Heads 给它传进去 Heads等于一个Heads 来运行一下代码 运行一下代码 这样子的话 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Response 200 对吧 Response 200 那Response 200的话 我们还是说了 整体的话是想一对象 200的话 那状态码 状态码表示了什么 请求成功 请求成功 说明我们对于这个网站 发送请求 已经请求成功了 就已经OK了 能理解吗 那这个防导链是什么意思 Reform 防导链 就是告诉服务器 对吧 我们请求的URL地址 是从哪里 跳转过来的 对吧 相当于什么呢 有个行程码 相当于一个行程码 行程码 对吧 告诉你 它是从哪来的 那么user agent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呢 对吧 这个UA 这个UA 是我们的一个用户代理 表示的是浏览器 对吧 浏览器 基本的一个身份信息 好吧 你可以理解为 相当于一个什么 健康码 健康码 对吧 健康码是个绿色的 对吧 你能通过 行程码也没问题 健康码也没问题 那你就可以干嘛呢 对吧 那我就给你数据 对吧 那你这个人没问题 那我就给你过来 是吧 那我就给你得到数据 就这么个意思 就这么个意思 好吧 能不能理解 这就是我们发送请求的一个代码内容 OK吧 有没有问题的同学 来 Coco6 都OK 都能听懂的同学 思路跟上的同学 Coco6 如果说有不懂的话 你可以Coco5 不懂的话 有一个地方不懂的话 你可以Coco5 都OK的话 你可以Coco6 会吧 哦 行 那我们就接着啊 接着 第二步 第二步的话 我们获取数据 获取的是什么呢 我们服务器 返回的一个 响应数据 就这个 OK 就这个 对吧 这个的话 我们一般是获取的是什么 获取的是什么 你同意知道吗 我要获取的是 这个数据 获取什么数据 怎么写 有同意 没有一个同意知道吗 没有一个同意知道 前面 好吧 那我就直接说了 好吧 是我们的一个 Jason 好吧 获取他的一个Jason 点上我们的一个Jason 点上我们的Jason 可以直接答应一下 那 这样的话 我们本网页的数据内容 就有了 对吧 Jason 这个Response Jason的话 它是什么意思啊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的话 就是获取什么呢 获取我们的一个 前面不是说了吗 前面不是说了吗 这个Response 是一个什么 响应对象 说明或许是响应对象的一个什么 Jason 字典数据 字典数据 所以说 它是我们的一个 字典的数据类型 是一个字典的一个数据类型 对吧 接生字典数据 或许是一个字典数据类型 那对于我们字典数据类型的话 那我们就要干嘛呢 去解析数据的话 第三步 解析数据 提取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要的数据内容 那字典数据 进行一个提取的话 字典取值 字典取值 字典取值的话 就是根据 见值对取值 见值对取值 那见值对又是什么意思呢 见值对的话 就是根据冒号 左边的内容 提取冒号 对吧 右边的内容 右边的内容 好不好 就是左边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见 左边就是见 右边呢 它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值 见值对取值 见值对取值 那我们想要的数据在哪里 我们想要的数据 是不是在这个data里面 在这个data里面的一个什么 searchresult里面 是不是啊 在这个data里面 然后在这个searchresult里面 所以说我们要一层一层取 先取它的一个data 先取data 好不好 那我们来直接这样子写一下 data 那呢 再取什么呢 再取我们这个searchresult里面 什么意思啊 对吧 根据冒号左边的一个键 啊 根据冒号左边的那种取右边 我来给大家几个图啊 几个图 首先的话 这个data 我们取data的话 就相当于取它 取的是它 取它之后呢 它返回了一个数据 返回的是哪一个 返回的就是右边的这段内容 这段内容是它返回的 返回出来之后的话 我想的数据是什么 我想的数据是 是里面这个 对 我就接着啊 接着去 接着去什么 接着去searchresult 然后它再返回里面的一个什么呢 再返回里面这段内容 把这段内容给它返回出来 就一层一层去写啊 一层一层去取 一层去取 然后把大家 把这个给大家打印看一下 把这个也给你们打印看一下 那 是不是 原本的话 我们是这么一场数据 我现在的话 是不是把它提取了 提取到只剩下这一个 是吧 只剩下得到的是吗 得到就是这边的内容 看到没有 啊 id 对啊 是不是 有没有问题 这个字典取值的话 应该没问题啊 应该没有问题吧 不会大家 看到我是爬的是会所 然后自己 对吧 看到有些会所是比较喜欢的 不会不会不停课就去了吧 啊 不会有些同学看到爬的是会所 看着看着有点上火了 然后就去了吧 不应该啊 不应该吧 啊 不应该 我觉得应该不应该啊 学好了啊 学好了 学好了去寄外包 赚了钱 然后咱再咱再去好不好 咱再去 不然的话 你没钱 他会所的话 有些价格也不低啊 人均200多 对吧 一次200多还是人均啊 你看像这个300多的 对吧 也挺贵啊 也挺贵 是还有500多的 至尊享受 尊享受500 去89 看到没有 先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啊 可可爱心 老司机了 老有经验了 先咨询一下 今天可以来吗 今天有检查吗 今天应该没有检查吧 啊 没有检查的 我来了 对吧 大师这个意思吧 好吧 那我们这里的话啊 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得到是一个列表 得到的是一个列表 对吧 得到的一个是列表 列表的话我们通过 负货循环变利 负货循环 变利 对吧 负货循环变利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列表里面的元素 一个一个提取出来 一个一个提取出来 跑题了 没有跑题啊 这是跑题了吗 没有跑题啊 好吧 把它一个个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print 打印一下这个index 好吧 那前面这里的话 我们就给他取消注释了 取消了啊 就不打印了 不打印了 来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数据内容 就全部都有了 看没有 就基本的一个数据内容 我就给他得取下来了 接下来的话 就要取具体的 把我们想要的东西 给他一个一个取出来 就好了 好吧 一个一个给他取出来 就会了 OK吧 重了的话 要说三遍 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的话 有没有问题 对啊 没有问题的同学 扣扣一啊 没有问题的同学 扣扣一 那我们就接着来了 接着洗了 这边的话 给大家导入一个模块 导入一个格式化 输出的模块 有问题的话 都可以问的 好像代码不懂啊 都可以问 from p-print import p-print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内置模块 不需要安装的 不需要安装 可以直接用 可以直接用 我们p-print打印吧 p-print打印一下 这个index 运行一下 这样的话 就会好看一下 这样就好看一些 对于我们的一个数据的话 就看起来会比较舒服 比较舒服 然后他这里的话 还是我们的一个字典的一个数据类型 所以说我们还是一样 对啊 还是一样 把我们的数据取出来 见值对取值 对啊 见值对取值 然后呢 保存到我们的一个字典里面 保存到一个字典里面 d-i-t等于我们自己创建一个字典 给他保存进去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店铺名字 对啊 店铺名字 电视频名字是哪一个 index 取什么呢 取我们这一个名字 哪一个title 这是店铺名字吧 对不对 给他取出来 然后呢 还有店铺的什么 店铺的一个 呃 这个是什么 商圈啊 店铺商圈 商圈 商圈 我们取这个 然后还有什么呢 他的人均消费 是吧 人均消费 人均消费 是我们的一个这个 然后他的一个评分 这是他的一个评分 我们就一个一个 给他取出来 一个给他取出来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店铺类型 店铺类型 店铺类型的话 我们就稍微放前面一点吧 放前面一点 店铺类型有了 商圈有了 评论 这是我们的一个评论量 对啊 评论 评论 然后评论有了 那我们还要取什么呢 对啊 我们看一下还要取什么 嗯 他的经纬度也可以啊 这个是经纬度 对啊 这个是纬度 纬度的话 经纬度我们也可以要啊 经纬度 这是我们的一个纬度 纬度 这是纬度吧 翻一下 纬度 然后这个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经度 对啊 这是经度 经纬度的话 我们都可以给他取出来 经度 OK 那我看一下还有 还有没有什么数据 我们是要的 还有没有什么数据是要的 还有我们这一个 这里的话有一个最低消费啊 最低价格 这个是最低消费 我们也可以给他取一下 这是什么 最低消费 最低的一个消费是30块钱 最低的一个价格 看见没有 最低价格30 也给他取出来 然后以及呢 我们要给他一个什么 详情页 电话号码的话 要去详情页去跑 电话号码要去详情页去采集 我们这个列表页的话 目前是采集到这些 等一下再给他教 怎么去采集详情页 这个就是做数据分析吧 这个不是做数据分析啊 这是做数据解析 提取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做数据分析的话 是另外一种啊 另外一种 还有我们的一个详情页 详情页也给他取一下 详情页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详情页的话 主要是改变的话 是改变的是什么 这个id 我要把这个id 给他获取下来 并且传进去 回来 是吧 这个是我们的id id是哪一个 id对应的是这里面的这个id 看到没 所以说我要给他传进来 给他传进来 index 去什么 去他的id 那我们详情页的话 也给他放进去 详情页 好吧 详情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把所有的数据 都给你们打印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提取出来的 一个数据内容 来看到效果的同学 coco6 看到效果的同学 coco6 json是什么意思 json过的 这个json过的话 是表示的是我们 获取的是响应对象 同学你不要光抄代码 先听啊 先听思路 然后再去写代码 是吧 这个json的话 是获取响应对象的一个接生字典数据格 资典 资典的一个数据内容 获取他的一个数据内容 明白了吗 这个 xx同学 xx同学 好吧 OK吧 有没有问题 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有没有问题 因为前面的话 大家都没什么问啊 你不要 对于很多同学来说的话 你不要在乎别人扣6啊 因为自己懂的话 才是真的懂 因为别人懂的话 你不懂 那就没有意义了 是吧 我们要为自己去学啊 不要看到别人都是扣6的 你就不好意思扣5 没有关系啊 只要你有不懂的话 对于哪行代码不清楚 你都能问 都能问 好不好 都能问 如果说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接生了 接续了 获取接生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吧 是的 你就可以理解为是获取 他这里面的数据内容 就获取这个数据内容 对 获取这个数据内容 对吧 就把我们这个response的数据 给他获取下来 OK吧 啊 后面也加吗 这后面的话 可加可不加啊 加和不加 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加也行 不加也行 都可以啊 都可以 最后一个的话 可加可不加 OK 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Everybody 没有的话我们就记得了 接着我们就去 我们这一页的数据内容 我已经得到了 对 这一页的数据内容 我已经给他获取下来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要给他保存到 我们的一个表格里面 对吧 怎么写这表格 哎 对 我要接下来给他讲的 我接下来要给你们讲嘛 对对 那我们就写入表格 写入表格的话 我们用到的是一个CSV 我们保存到CSV 你要保存一个sell的话也行 但是我们今天保存CSV会简单一下 保存我们的一个CSV 导入CSV模块 importCSV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内置模块啊 就不需要安装了 不需要去安装了 我们要保存数据的话 我们首先得干嘛呢 创建一个文件 创建一个文件 F等于一个open open的话是打开嘛 对不对 open是打开 打开我们先创建一个文件 创建一个文件名的话 我们就以一个什么呢 对吧 男人的秘密 小秘密 .CSV作为一个文件夹 对吧 这个会所的话 一般男孩子去的比较多 但女孩子的话 可能会少一些 然后model的话 保存方式 我们一个A 追加保存 incoding 给一个编码 incoding UTF-8 UTF-8 哎 8嘞 编码 对吧 然后在newnet 对吧 我们就一行一行写入 一行一行写入 这是我们创建文件 创建文件之后的话 我们要一个什么 字典写入啊 给一个字典写入的一个方式 用CSV里面 点上我们的一个 dict write 以我们的一个 字典写入的一个方式 dict write dict是我们字典的一个类型 write的话是写入嘛 就是以一个字典的一个类型 去写入啊 然后F 是我们这个文件对象 这个F的话 是我们所创建的一个什么 文件对象 就我们前面这个 它是一个文件对象 然后再给它一个什么呢 fidness 好吧 fidness fidness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它是我们的一个字段名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表头 就是我们表格第一行 对吧 就是表格第一行的内容 第一行内容 这个字段名的话 我们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这个字典里面的件啊 就把这些什么店铺啊 这些给它放进去啊 给它放进去 让它自己一一对应的去写 一一对应的去写 放进去 它是我们的一个 什么呢 它是我们的一个字典的一个类型 把配 它是一个列表类型 所以说 冒号后面这些都不要 都不要 那我们就给它批量替换一下 冒号 点心 对吧 全部给它替换成一个什么呢 逗号 replace 因为它是一个列表嘛 看到没有 中括号是列表嘛 csv write 用一个变量去接受一下 write 然后呢 写入表头 写入表头 点上我们那个write hands 然后下面的话 我们在下面这里 再写入数据 因为我们这里是得到了数据嘛 我们写入数据 点上什么 write on 一行一行写入啊 点替来运行一下 运行之后呢 它在我们 我们代码在哪里啊 它就会写在哪里 代码在哪里 就会写在哪里 这是我们的一个相对路径 这个文件的话是一个什么 相对路径啊 相对路径 就是你代码在哪 文件就写在哪里 好吧 代码在哪里 文件就写在哪里 那我们代码不是在这个地方吗 mt 对不对 那我们运行的话 它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给我们生成一个csv的一个文件 来运行 OK 男人的小秘密就出来了 那么点击看一下 打开 是吧 那我们的一个数据内容 是不是就有了 来看到效果的同学 coco6 看到效果的同学 coco6 它的一个店铺类型啊 来我们店铺名字 店铺名 商圈 人均消费 最低消费 评分 评论 精度 纬度 详细 就是这么简单 是不是很简单 是吧 突然发现 跟着老师听 跟着老师的节奏来 跟着老师的一个步骤来 每行代码你都能懂意思 每个步骤 为什么这么去写你也能明白 就是这么简单 这就是单页数据的一个采集 单页数据的采集 有问题提问题 没有问题刷鲜花 coco6夸老师好不好 把给个面子夸一下 夸一下夸一下 对吧 哇啊 讲得好 对啊 啊夸都你们夸都懒得打字啊 都是用的快捷智能提示啊 你珍惜 喝个水 喝个水 ok没有问题是吧 ok ok 那么就接着来 接着啊 我们就是多页怎么采集 对吧 哪怕就怕有的同学是Python的 是零技术 不是爬冲的零技术 有爬冲技术没有Python技术 那有点夸张啊 有点夸张 好吧 有点夸张 那么接下来就第五步了 多页数据采集 问题来了 对吧 老师你真 真真的是个老司机 对吧 不是老司机怎么能带你们飞呢 是吧 不是老司机能怎么能带着动你们呢 是吧 你们都是一群小司机啊 对吧 五十步笑百步 别笑 对吧 都差不多 差不多 有些同学比我更那啥啊 更那啥 咱就不说清 不说的那么明白了 好不好 是吧 来我们继续啊 多页的数据采集 怎么去做 有没有思路啊 我想问一下 我今天这节课的话 基本上 基本上都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怎么去夸啊 怎么不 没有怎么夸 没有怎么去提问啊 都没有怎么去给大家去提问 是不是 因为感觉都 一路上嘎嘎给大家讲过来 那我们现在问一下 多页数据采集 没有思路 有没有思路 怎么去做多页 对吧 我们爬一页是这么爬的 那我想爬第四 我是爬的是什么呢 我是爬的是第几页 我爬的是第二页的数据 那我想爬第三页数据呢 别说循环啊 循环说的太笼统了 循环说的太笼统了 你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循环 很多同学都知道 有个什么 我们做多页采集都要做循环 但是你要知道循环的目的是什么 都说是for 都知道是for 都知道是循环 但是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做循环 他做循环 为了做多页采集啊 进入了怪圈 进入了怪圈 对的 网页的ID变化嘛 对的 是的 获取每页的URL地址 也对 也对 这两个同学都对 找规律 这三位同学都对 是吧 我们最做多页数据采集的话 是 对吧 我们这四位同学都很棒啊 就是做了什么呢 分析请求URL地址的一个参数变化 参数变化 对 如果说它每一个都会变的话 那就是干嘛 就相当于干嘛 相当于获取URL地址 把每一页的URL地址获取到 对的 就相当于去分析它的一个参数变化规律 我们的请求参数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请求参数 这一段内容是不是请求参数 对吧 就这一段 是请求参数 我给大家结构图 钉在这里 钉在这里 这是第二页的 来 我们既然找参 找规律 那我们就看一下第三页 第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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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它第三页 那个欺凌在哪里 我现在找不到那个欺凌了 完了 它第三页了 人呢 它那个欺凌在哪里 算了 我给它清空吧 我重新来一遍 重新来一遍 我不给它清空 我发现我没找到那个 我没找到 对啊 用搜索的话也可以 用搜索也可以 对啊 用搜索也可以 我一下子怎么人傻了 对啊 用搜索也可以 第二页 对啊 第二页是这个 那么第三页 我记得来 第三页 对啊 为什么不用搜索呢 我是不是有点憨 我教大家用搜索 我自己去不用搜索 我应是要去看啊 那第三页 那这里 对啊 第三页 这是第三页的一个变化规律 我给大家截个图 第三页的 那么接着来看第四页 第四页 就一个一个去看啊 第四页 第四页的一个起零 OK 看到没有 规律出来没有 给大家大概看一下规律 规律出来没有 规律是不是出来了 算了 是不是出来了 这个规律是不是很好找 发现没有 发现有哪个变化没有 发现哪个参数有不同吗 发现哪个参数有不一样的了吗 好 给你截个图啊 哪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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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每次是一个什么 等差数率啊 等差数率 每次加32 每次加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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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可以干嘛了 直接复循环 直接给他来个复循环 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我直接给他写个复循环 复我们那个配局 配局 in我们那个什么呢 range in我们那个range range 从什么呢 从零 零到多少 我们爬多少 也有爬前十页吧 好不好 爬前十页吧 32 他有实页数据吗 应该有啊 应该 长沙会数不至于实页数据没有 不长32 长沙的话 应该不至于实页数据都没有 不应该啊 不应该 我觉得不应该 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对啊 32 好吧 那这几个是什么意思呢 for循环啊 我们直接给他去掉了 那这个forpage 是什么意思呢 forpage的话 for循环嘛 这个range啊 主要是给他讲range range的话 主要是讲这里面的这个内容 讲这里面 零的话 它是什么 起始值 起始数 起始数 是包括的 是包括的 这个呢 是末尾数 最后末尾 末尾数 是不包括的 包括 是不包括的 然后呢 这个32是什么呢 不长 对吧 不长 就3232往上加 对吧 包头不包尾 顾头不顾尾 是的 顾头不顾尾 就这么回事啊 就这么回事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page 给他传到哪里 传到这个里面 传这个里面 传这个里面 然后为了严谨 为了更好 是不是 我们给他来个多页 给他改个名字 多页 并且呢 给他来个延时 导入一个时间模块 啊 时间模块 import time 打一个时间模块 做个延时 做个延时 我们延时个 对吧 延时一秒钟吧 chump 点上一个slip 一秒钟啊 延时一秒钟 进行个采集 来 运行 那么就可以多页咯 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我们等一秒钟 然后第四页 再等一秒钟 第五页 再等一秒钟 第六页 再等一秒钟 第七页 对吧 页一页去爬 后面的话 其实数据可以不要 你看这些数据 都没人去啊 都没人去 看到没有 都没人去 是吧 我们只有前面几页数据 是有人去的 大家都比较挑好的啊 挑好的 前面的数据才有人 后面的都 极脚嘎拉的地方就没了啊 极脚嘎拉的一些东西就没了 我随便找一个 大家找一个这个 对吧 有个人均消费的啊 对啊 这个还有消费 我看一下没有消费的啊 没有消费的 它是个什么情况 对啊 像这种的话 3.5 对啊 没人去 都没人去 你看到没 都没人去 老是有经验 别啊 别这样子啊 对啊 我要告你诽谤啊 这就是我们前十页数据的一个采集 看到没 后面的话 其实可以不用看啊 因为后面都 都没啥人去的 我们就看前面那些人去的 但哪个去的多 我们去哪个就好了 好吧 来我们看一下前十页的数据 前十页的多页 男人的小秘密 对来 啊 你像这种评论多一点的 对吧 你看这种3000多 4000多的评论 是吧 这4000多的评论 肯定默 由于所以 这个我还争取过 好吧 由于所以 这个我还争取过 好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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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还争取过 这个我还争取过 好吧 很尴尬 好 看看你去的 那这个我还争取过 这个我还争取过 好吧 好吧 这有一所以 这个我是争取过 但是 啊 599是怎么 599那我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 我我没去那么 对吧 698这种 我我我就是 啊 129好吧 我就是129的那种 啊 我是129的那种 我不是599的那种 我不是那种 好吧 好吧 OK吧 好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 多页的一个数据采集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同学来扣扣6 小6走一走啊 扣6扣6扣6 有问题你可以问 有问题可以问 不懂就问 是吧 不懂就问 老师能用python给一个sell排序吗 你排序的话 你可以在你保存的时候就排了 你在保存的时候 你就可以排了 对吧 你在保存的时候 就可以排了 懂吗 保存的时候 你给他写一下就行了 你做一些数据处理的话 你要给他保存到一个列表里面 保存到一个列表里面 然后列表的话 你要进行一个 呃 呃排序啊 用列表 然后的话再进行一个排序 用那么大函数 进行一个排序 排序完之后再保存 排序完之后再保存就行了 但是你这样子做的话 有点多余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真的要那个的话 你可以做个筛选 因为你你你你做这一步操作的话 说实话 多多少少可能会有那么一丝丝的 啊 你说多余吧 也不多余 但是也能做 它不是有一个筛选吗 对啊 数据的话 它不是有一个筛选吗 筛选在哪里 我忘了 啊 一个筛选 配有个排序啊 对啊 一个排序的 对啊 那你也可以做啊 一样的 OK吧 不然的话 那你只能先把这些数据 保存到一个列表里面 保存到一个列表里面 然后中通过列表里面 然后再排序 通过那么大函数进行排序 排序之后再保存 那样的话会麻烦一点点 但是也能做一样的道理啊 一样道理 OK 那我们列表页的数据 已经获取完了 我们列表页的数据获取完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要干嘛呢 对吧 我们要它的一个详情 要的数据内容呢 它的电话啊 联系方式 是吧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和地址和营业时间 这个的话就是重点的 以及呢 是吧 我们也可以对它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操作啊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操作 给它看一下 给它瞄眼 对吧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操作 好吧 这是之前爬的是那种桌游的 这个之前采集的是武汉的一个桌游的一个书记内容 做一个可视化 我们也可以把它的一个内容 替换成什么呢 替换成我们现在的一个 呃 对吧 我们的一个 会所吗 会所吗 对不对 现在的话都没有问题啊 对啊 都没问题的话 那我有没有VIP选 现在有没有VIP选在 对吧 VIP选在吗 是吧 在的是吧 啊 VIP选到点了 你也不知道给我 对吧 也也不给我说一下 是吧 来 我们接下来啊 开始了 到点了 到点了 对吧 我们等一下做可视化啊 可视化 可视化的一个展示 以及详情页的一个 电话联系方式的一个采集 电话采集 以及呢 我们的一个评论数据采集 是吧 稍后继续 稍后继续啊 稍后继续啊 稍后继续 稍后继续 那我们现在干干嘛 我们现在该干嘛 同学们 我现在该干嘛 好吧 老师你能拍个照吗 别拍啊 别拍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是 对吧 我们这边 如果说你参加了 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 这些都是有的 都是有的 好吧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给大家来一个 我们的一个招生宣传啊 招生过程 招生的啊 招生的 招生的一个宣传 是吧 我们这个招生的话 是主要是针对各位同学 想要学好Python的同学啊 如果说你想学好的话 想学好Python 想学了之后去就业 想学了去期单 想把Python学好的同学 你可以听一听 对吧 你做老师 我不想学Python啊 那你可以干嘛呢 啊 就可以不用听了 对吧 可以不用听了 好吧 那我们这里的课程的话 我们有一个 除了一个什么呢 除了免费的一个课程以外啊 除了这个免费的一个 案例的一个教学课程 是吧 哎 嗯 教学的一个课程 还有一个从我们零基础入门 从零基础入门到我们的一个什么项目实战的一个教学啊 教学 这个内容的话 如果说大家想去提前了解的话 也可以去加一下我们的一个近期老师的微信 对啊 加一下我们近期老师微信 可以去找他去了解一下 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从零开始上课的一个内容的话 他教的有哪些东西啊 教的哪些东西 给大家看一看 好不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大纲 是从零基础开始 像我们的一个python基础支持 流程控制 负循环 我们的一个切片 远主 字典 这些的话都会教 都会教 除了基础的以外的话 像我们python常用的一个爬虫 对啊 爬虫课程 像多线程 多进程 GS 逆向 IP代理池 我们的一个字体反爬 APP Scribe框架 这些啊 我们都是会教的 除了爬虫 还有我们的一个数据分析 是吧 数据分析也会教 然后我们那个高级开发 Ninux Masko数据库 也都是会教给大家 以及我们外部前端 外部后端 网站开发 也会教 也会教 这个课程大纲 这个学期路线图 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 可以去加一下 我们的一个近期老师微信 找他去领取一下 获取一下好不好 这个课程大纲的话 你们学完之后 你想要去就业 找工作的话也可以 对吧 学完课程啊 学完课程是 想要就业 找工作的 也OK 是可以找工作的 想要去干嘛呢 想要去兼职接外包的 兼职 接外包 也是OK的 也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是兴趣爱好学 想要学好Python的话 他也是可以的 但是在这里的话 想问一下各位同学 如果说你想要去就业的话 能不能给老师扣个1 想就业的同学扣个1 好不好 就业的 想学Python就业的扣个1 想要接外包的同学扣个2 然后是兴趣爱好学的 你可以扣个3 你可以扣个3 有没有 都可以要吗 都可以要 对吧 全赞吗 对的全赞 都要 要的话你可以去加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加我们的一个近期老师微信 加我们近期老师微信 1123 对吧 都有是不是 好的 那学了我们这个课程 我刚刚给大家说了 我们课程是教了什么 核心编程 高级开发 Python的一个什么呢 高级开发 爬虫实战 数据分析 全赞开发 全赞开发的话 前端会教 后端也会教 以及呢 我们人工智能也会教 自动化办公也会教给大家 所以说你们学完我们这个课程之后的话 你想找什么呢 爬虫相关的工作 爬虫工程师是可以从事的 数据分析师 你也可以从事 然后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开发工程师 这三方面的岗位也可以从事 你要做什么 算法工程师的话 因为我们教了人工智能 你一样是可以去从事的 啥是网站开发 我们所看到这个网站 就是网站开发 就开发一个网站 自命是 就是开发这么一个网站 比如说 像我们在课程里面 交给大家的一个案例是什么呢 就是做一个论坛项目 做一个 这种论坛项目 从前端到后端 整体的一个内容 像这些数据的话 是我们采集下来的 从登录啊 注册啊 点赞啊 评论啊 回复收藏 发布 这些的话 我们都是会从头到尾 交给大家 去完完整整 把这个项目给他做出来的 给他看 给他们看看论坛 对的 这个论坛的话 就是我们交给大家的一个 项目案例 从前端到后端 可以直接去拿去面试 找工作的一个案例 对吧 老师讲的好简单 对吧 老师讲的是很简单 因为只要你认真学 还是那句话 对吧 你说老师 你讲的这么简单 对吧 都能找这些工作 那对吧 你学的话 又去付出多少时间 对吧 我能学会 能掌握吗 我告诉你 真的 只要你按时听课 按时完成作业 都可以学会掌握 对吧 都可以学会掌握 对吧 这是老师给大家的一个保障 给大家的保障 而且只要你掌握 课程内容什么呢 掌握课程内容 80%左右的知识点 80%知识 就可以找到一个工作 就可以找工作 找工作 而且薪资待遇是 8到15k左右 8到15k的一个薪资工作 好不好 像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像爬虫工程师 你看一下 像爬虫工程师的话 他的一个薪资待遇 这个是我们 以boss指评和 只有级为数据的 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一个薪资 在北京的话 应届毕业生是16.7k 需要的岗位需求 也在这里 对 这是关于爬虫的 那数据分析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数据分析的话 同样也是一样的 薪资待遇 也是不是会 也是非常OK的 13.5 对啊 19.4 对 翻翻爬就很难 哎呦 翻翻爬难 它肯定难 它不难 你怎么能拿到高薪呢 对不对 你学习的话 它肯定是有一定门槛的 它没有门槛 为什么薪资会这么高呢 如果说人人都能学会 人人都能很轻松的 自学学会的话 你觉得它凭什么 开这么高的薪资 凭什么开这么高薪资 对的 而且我们翻翻爬 也同样会教 好不好 那开发工程师 对开发工程师的 我们的薪资岗位 也在这里 也在这里 对不对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什么呢 看一下我们各大的 一个招聘平台 像boss啊 拉锅啊 上面你可以去看看 我们比如说爬虫的 反正说爬虫 翻翻爬很难 你看一下 人家爬虫招聘的 要什么 来 你看看人家要的是什么 对对 我们解决IP 上号被封 验证码识别 MongoDB正在表达是 MySoco数据库 Radius数据库 MongoDB多线层 是快笔框架 Web前端的一个技术 看了没有 你可以做 15到20K 15到20K 那它的这些技术点 要求我们课程里面 交不交 交了 它的知识点交了吗 交了 我们所有的 它设计的 我们都交了 京东Python不用说了吧 计算机网络不用说了吧 对啊 多线层 熟练使用scape框架 多线层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多线层 这里会交多线层 我们爬从里面 还会教你们干嘛呢 爬从的一个 那Linux 是吧 Linux我会交吧 MySoco数据库 对啊 MySoco数据库 MySoco基础 SocoServer PyMySoco 这些都会交 Soco的一个注入 对吧 也会交 好不好 然后我们的MongoDB 正在表达是IP被封 这是我们爬从里面的 来给大家看一下 爬从里面的 我们scape框架 好不好 scape框架 scape框架 从入门到进阶 到我们的一个分布式 爬从也会交 对不对 我们的一个 Radius数据库 是不是也交了 它的Radius数据库 MongoDB的数据库 我们是不是也交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反反爬 我们反反爬 别说了 APP爬从 自己反爬 验证码识别 这些内容 我们也交了 你说DS逆项 对吧 我们也交了 常见的加密 混淆还原 对吧 这些我们也交了 也交了 是不是 也交了 正在表达是这些 就不用说了 正在表达是我们也交了 正在Xpass CSS 我们都交了 只要是干嘛呢 你学了我们 课程里面的内容 就是干嘛呢 基本上都是符合 都是符合的 全部掌握 岂不是可以 在清真里面找老师 如果说你想做 老师我想在 教育行业发光发亮 对吧 我想在教育行业 发光发亮 一样是OK的 才是那句话 只要你掌握了 课程内容 80%左右的识点 你如果说 想去找工作 OK可以找 你如果说想做 在教育行业 你来清真 来清真面试 来清真面试 你面试OK 面试过了 对吧 你内容确实掌握了 那你一样 可以给你看到 8到15k左右的 个性质工作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懂了吗 好吧 所以说想要学的话 想要跟老师学了 去找工作同学 可以去加一下 我们的一个 近期老师的一个微信 好吧 那想接外包的话 也可以 那外包是什么 很多同学可能说 对于外包这一方面 不太了解 也给大家讲一下 外包是什么呢 外包的话 就是指别人 花钱帮他写程序 别人花钱帮你 让你帮他写程序 根据甲方的需求 定制化开发 从而获得 一定的一个报酬 这是帮别人做外包 对吧 外包的一个价格 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像我们一般 给大家分为三等 分为三等 像简单的 爬二手房的一个数据 一般是简单 100到300左右 像我们今天爬 这个美团的话 一般是500到800 爬美团的一个数据的话 500到800 是可以搞得定的 因为它不会说很难 对吧 不会说很难 像今天这个案例的话 就属于中等的 高的难度的话 那就是像我们GSN线 APP啊 抢购脚本 或者说开发一个网站 对吧 那这些的话 就是1000家以上不等的 1000家以上不等 好不好 那外包去哪里去接呢 对不对 如果说普通人的话 你可以去淘宝闲鱼 外包接单群 对外包接单平台 外包的一个接单平台 这些都是有的 都可以去做的 好不好 但如果说你是跟着老师学的 对吧 如果说你是跟着老师学 跟着老师 对吧 系统学了之后 对吧 接外包 是吧 我们是会提供什么呢 提供外包指导的 会提供一个外包指导 外包指导是什么意思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外包的一个指导 会给大家一个提供外包接单平 提供外包接单渠道 以及外包问题的一个解答 这些都是会提供的 还有我们的一个 你想去就业 OK 我们也会提供一个什么 就业指导 像我们的一个提供 简单的修改和制作 面试企业 面试题的提供 面试技巧的一个培训 这些都是有的 好不好 而且呢 你跟着老师学的话 你完全不需要担心 你学不会掌握不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课程是直播加录播 加扣课解答 我们是在线直播收课的 全部学完是七个月 每周一三五 或者说二四六 晚上八点到十点 所以说不需要你花 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时间来学 但是呢 最起码你一周 要六到九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六到九个小时 你就可以轻松掌握说 我们所有的课程内容 对吧 按照我们的一个课程安排来 你可以掌握我们所有的课程内容 只要你按时听课 按时学习 对 七个月之后都能掌握 我们每 你说老师 我直播没时间来听课 你说晚上八点到十点没时间 那我们会提供什么 高清路波回放 原码笔记 软件工具 这些都会给大家提供 你没时间听课 OK 没有关系 你可以每节课后 都可以看路波学习 看路波回放学习 而且呢 这个是永久观看全新的 你是想要永久观看全新的 并且的话 每节课后都有作业 每个阶段都有考核 每个阶段都有考核 每个 课程都有作业 检测大家的一个学习情况 检测学习情况 好不好 你说老师 我担心学不会 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你不会的地方 你说你听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找老师 给你进行一个 多对一的一个解答辅导 你哪里不懂 你问哪里 对吧 你不会的 你就问 不会的地方 你就问老师 问老师 对 老师干嘛呢 会解答辅导你 会给你解答辅导 让你听懂 听明白 知道没有 解答辅导 好不好 解答辅导 所以说你不需要担心说 老师我学不会怎么办 是不是 不用担心 全占多少钱 你可以去加一下 我们的一个 近期老师去了解一下 因为今天报名 全占课程的话 我们是会有一个 学费的优惠的 最高是可以 减免我们 1600元的一个学费 对吧 具体的话 还有更多的一个优惠 你们也可以去 加我们的一个近期老师 好不好 加我们近期老师 去了解一下 也是OK的 好不好 那我们说 有些人说 老师我七个月 学完之后 你说老师 你全的课程是七个月 那我七个月学完之后 我还没有学会怎么办呢 对我还是没有掌握怎么办呢 我们是提供免费重修的 同学 免费重修 免费重修是什么意思呢 非常简单 一遍不会学第二遍 一遍不会学第二遍 对吧 一遍不会你学第二遍吧 第二遍 所以说两遍不会呢 两遍 老师我两遍 我可能说我的误性比较差 是吧 我两遍不会 那学第三遍 是吧 老师我三遍 还是不会 同学 对吧 首先的话 你要干嘛呢 首先第一个 你要端正一下 你自己学习态度 一般对吧 有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什么 事不过山 如果说你真的是 三遍不会的话 你是干嘛的 没学扎实 那你就要端正一下 你自己的学习态度 其次的话 我前面是不是说过 我们的一个什么 课程资料 这些都是永久关开学习的 只要你想学 你可以学到干嘛呢 学到你小孩出生 学到你小孩上学 都是可以的 你以后小孩来学 也是行的 因为它的一个资料 是永久关开学习的 它的资料是永久的 是不是 所以说你想学的话 你只要你愿意学 你想学 老师都可以保证 各位同学能够学会掌握 好不好 但是呢 对吧 重点就是什么 你得愿意学 你得愿意学 好不好 来 有想跟着老师系统学的同学 来给老师扣拢 好不好 想跟着老师学的 想学好PiPhone的同学 来给老师扣拢 你说兴趣爱好 装逼的 兴趣爱好 主要是装逼 装逼之余 对吧 赚点小钱 赚点小钱 是吧 那你可以干嘛呢 去捷外包 是吧 从我们的一个兴趣 到我们的捷外包 完美 nice 哇 我们这些扣六同学 可以去加一下 我们基金老师 而且我告诉你 今天 今天不是说了吗 对吧 加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加我们的一个 近期老师的一个微信 PiPhone1018 对不对 可以领取优惠哦 可以享用干嘛 有优惠 有报名的一个福利优惠 是吧 那这个福利优惠 怎么去领取呢 你可以干嘛 先预定我们的一个 三百元的一个学费 三百元的一个学费 三百元学费 享受以下的一个 优惠活动 有哪些 优惠活动 有哪些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 青能教育 联合我们腾讯课堂 一同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待遇 一同给大家福利待遇 看见没有 我们百万奖辞的抽奖 然后我们那个学费减免 我们那个分期免息 我们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课程 对吧 我们这些的话 都会给大家去提供的 我们的学费的话 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学费是在腾讯课堂上面 支付的 对吧 有一个什么 第三方的一个平台保障 并不是说转账给我个人 欧文码发一下 好的同学 来欧文码发给一下 我们这个君王同学 如果说你不方便 上码的同学的话 你可以签一下一下 我们的一个近期老书信 Python1018 好不好 OK啊 那么学费的话 是在腾讯课堂支付的 有第三方平台保障 你不用担心说 我是私人个人转账给我的 不是啊 如果说我让你转钱给我 同学那你可以点个举报 对吧 我不会说让你转账 转钱给我 你是在腾讯课堂支付学费的 好不好 那腾讯课堂支付学费的话 他学费是多少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可能说有些同学好奇 你在腾讯课堂上面 报名我们的一个课程的话 他的一个学费 是我们的一个88801 他的学费是8801 但是你们今天报名同学 加了我们近期老师 预定300学费的 他不需要8801 有一个学费减免 有一个学费减免 最高可以减多少呢 腾讯课堂会给大家减700 腾讯给大家减700 清冷教育会给大家减900的 一个学费 总体来说的话 你后续只是要支付我们 72800学费 相当于干嘛呢 腾讯课堂联合我们的 一个什么呢 联合我们清冷教育 共同给大家的一个学习无忧 共同 对吧 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减免 减免大家的一个学费压力 对吧 学费压力减1600 最高可以减1600的 一个学费压力 880是全资吗 我们今天不用说880学费 你今天报名的话 你预定300之后的话 只需要7280 对吧 相当于加上我们预定学费的话 是干嘛呢 就加上我们 再加上一个预定的一个学费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7580的学费 7580学费 可以学我们所有的课程内容 所有的课程内容 所有的是哪些 核心编程 高级开发 爬虫 数据分析 全赞开发 人工智能 以及我们自动化办公 刚刚的话 可能有同学 找了我们进行老师 要了什么呢 要了我们这个大纲 我也刚刚给了 大家看了这个大纲 你们有同学可能有一个问 那老师 对吧 你不是说有人工智能 和自动化办公吗 怎么不在这个里面 对的 我们人工智能课程 和自动化办公课程 仅限于今天报名同学 仅限于今天报名同学 因为你今天报名的话 会额外 额外赠送这两门精品课程 赠送这两门精品课程 对吧 精品课程 直接给大家赠送 我们的一个人工智能 以及呢 人工智能 加我们那个自动化办公的 一个课程 这两个课程的话 我们会直接 办公 课程 直接会给大家赠送 好吧 它总价值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4880 4880的一个课程价值 4880的一个课程的一个价值 直接今天报名同学会免费赠送 额外免费赠送 不需要你额外支付需要学费了 对吧 你只需要支付多少 预定300学费之后的话 剩余的7280学费 你就可以享受我们这些课程内容 那它是哪些呢 来我们人工智能教的是哪些 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算法 对吧 我们朴术备业师 对吧 我们的一个 性情违规 逻辑回归 我们的一个角色术 这些随机生灵 这些我们都会教 然后我们的自动化办公呢 对吧 我们的一个自动化办公 我们excel的一个操作 我们word的操作 电脑自动化 手机自动化 PPT的一个操作 我们PDF的一个操作 这些都是有的 这课程这种行动了 对吧 同学行动不如行动 可以去加一下我们近期老师的微信 因为我们这一个 对吧 大家知道这种的优惠的话 它都是有一个名额限制的 早得早得啊 先报名 对吧 先享受 而且除了这个课程 以及学费的减免以外 我们刚刚不是已经给大家看了吗 一个什么呢 百分百中奖的 百分百中奖的一个活动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 由我们腾讯课堂 特别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待遇 特别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待遇 特别的一个福利 腾讯课堂出品 B属精品 是吧 他的话会有哪些呢 会有我们的一个手机 我们的一个平板 还有我们的一个什么 智能手环 保温杯 这些都有啊 智能手环 保温杯 对吧 等等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商品 百分百中奖的 你抽到哪个 全数人品 你抽到手机 那就是手机 抽到手环 就是手环 抽到其他就是其他的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 你就是越早报名越好 越早报名 对吧 你的一个干嘛呢 你的一个中奖几率越大 中奖的一个几率就越大 为什么 因为你想一下 他的手环平板这些 还有手机这些 他肯定是有名额限制的 想都不用想 对吧 想都不用想 他不可能说人人都有手机 人人都有平板 对吧 他肯定是有一个名额限制的 如果说你抽完了 对吧 你手机已经抽完了 你后面 后面的人你怎么去抽 他不可能出手机的 所以说你越早报名 对吧 你的一个中奖的一个几率越大 可能说下一个中奖的就是你 对吧 下一个中奖就是你 不是直接减1600 是抽奖 对吧 都有1600加抽奖 都有 同学都有 好不好 多重福利 并不是一个 都有 这三个都有 1600的学费减免 加我们的人工智能 加我们4800的一个课程赠送 加我们的一个抽奖活动 对吧 附带抽奖 保温杯才是程序员的一个增加 刚需 对的 人到中年不得已 保温杯里泡枸旗 对吧 没办法 程序员这个行列 天天要坐着 坐着的话 不是说 对吧 不是说自己身不好 只是说坐久了 有点腰疼 是吧 对吧 我们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腰 做一个什么保护 并不是说什么什么地方不行 并不是这样子的 该干嘛呢 该养生的还得养着 该养生的还得养着 对吧 OK吧 那除了这些的话 我们还会提供一个什么呢 分期免息学习 分期免息的一个学习 我相信各位同学 对于7580的学费 728年的学费 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你预定之后的话 预定300之后 还有728年学费 我相信 对于某些同学 他还是有一定的压力 对吧 有一定的压力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们会干嘛呢 给大家减轻 让大家真的是 第一遍没学会 第二遍还是上直播课文 对的 第二遍还是上直播课程 第三遍还是上直播课程 好不好 可以直接学三遍直播课程 完全没有关系 同学你告诉我 你三遍直播课程 你还会学不会吗 对吧 我相信你肯定是可以 只要你愿意学 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按时听课 按时学 按时完成作业 老师就可以保证各位同学 能够学会掌握 你如果说是三天打鱼 两天三网的话 同学那没办法 很难 对吧 我也想教会你 但是你不愿意去学 你三天打鱼 两天三网的话 老师也很为难的呀 你看 我给大家去讲公安课 发现没有 我每行代码的话 我都会写清楚注释 每个细节 我都会给你讲 为什么 有什么不懂的话 我都会在屁股后面 追着你们问 同学听没听懂 来听懂的 coco6 没听懂的coco5 对不对 是不是 你没不懂的话 我会尽量的 给你们解答 何况我们的VAP VAP课程的话 会比我的服务 更加好一些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还会远程 操作解答 你哪里不懂的话 可以直接找到老师 对吧 系统课程比公安课更细 对的 像我们这个YA同学 他就是我们的VAP学 体验过的都知道 对吧 体验过的都知道 我的系统课程 是讲得非常细的 细到什么程度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知识点 好不好 来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 你给你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 它能细到什么地方 细到我们每一个支点 它都会写一个文件夹 每一个知识点内容 都会写清楚 看没有 每一个知识点 这知识点内容 这是案例 然后又是知识点 又是案例 又是知识点 又是案例 看了没有 理论结合实践啊 同学 理论加我们的一个 实践案例相结合 你说你学不会吗 不可能 为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小的知识点 都会给大家讲清楚 讲明白 看没有 每一个小的知识点 都会讲清楚 都会非常 分成非常多个 一个知识小节点 去讲 一个直播课程多久 2.5个小时左右 2.5个小时左右 对吧 两个半小时左右 两个半小时左右 为什么是两个半小时呢 老师你不是说 是干嘛呢 对吧 我们不是 8点到10点吗 对不是说8点到10点 不是应该是两个小时 为什么是2.5个小时左右呢 对吧 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每节课都是有作业 作业会给大家讲解的 对吧 每次会提前 半个小时左右 开课 讲解前一节课的作业 前一节课的作业内容 是吧 作业内容不是说你 你你写完不管你了 你作业的话会给你讲 会需要提交 作业需要提交 会给你讲解 对吧 会给你讲解 OK吧 然后我们知识点 讲完之后 才会下课 知识点讲完之后 知识点讲完 才会下课 不会说 老师你知识点没讲完 你怎么下课了 你怎么到底 不会 我告诉你 我会把你干嘛呢 把你教完 哪怕你扣我说 有些地方不懂 我也会把你们这些 不懂的东西 给你讲了之后 对吧 我才下课 对了没有 所以说你想跟老师学的话 可以去加我们的一个 经济老师 好吗 非常的细 比我还细 比我讲课细 但是其他地方 老师不细 其他地方的话 是吧 还是挺那啥的 我怕你接受不了 别开车 别开车 不是我要开车 你们为什么老师让我开车呢 你们真过分 真过分 不是我要开车的 真的是有些人老师逼我 对吧 OK 我们这边的话 还可以申请一个分析免析 是零利息 零手续费的 零手续费 零手续费 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支付宝的一个花呗 对吧 花呗 借呗 花呗 借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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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京东的一个白条 还有什么呢 我们京东的一个金条 是吧 信用卡 或者腾讯课堂 腾讯课堂 对吧 官方的一个教育分析渠道 对吧 分析渠道 这些的话都是正规的 正规的 大家用的比较多的一些渠道 像那七七八八的话 尾本也不会说到你去做 对吧 而且我们是可以零利息零手续费的 那你预定300之后的话 剩下的七二八年 你可以直接申请什么呢 申请我们12期分期免息 每个月的话 是我们那个606的一个学费 每个月 每个月606的话 你就可以跟着老师学了 每个月606就可以跟着老师学了 7.8的作业 讲到8点讲 这是10点钟 偶尔会延长 对的 没有错 没有错 是的 好吧 来里面想跟老师系统学的 想跟老师系统学的同学 来给老师扣留 想跟着老师系统学的 给扣留 学多久能接单 回学 回学 回本学费 能接单的话 一到三个月 对吧 接外包一到三个月 一到三个月 可以接外包 接外包 对吧 找工作呢 三到七个月 快的话 三到七个月 可以找工作 可以找工作 那你呢 要多久才能回本呢 不一定 因为我们按正常的话 对吧 一个外包 我刚刚不是给大家看过吗 我们的一个外包的一个情况 是吧 它的一个价格 它的一个价格平均的话 是这么样子 上面有些同学的话 他接一个外包 就是两千多 接一个外包 就大几千 接一个外包 就大几千 可能说接几个就回来了 但有些同学 接四五个外包 对吧 两三千 也有 也有些同学说 他一个月的话 接个一两千块钱 也有 短也有 并不是说 每个人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情况是不一样的 来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那像我们这个同学 他六月份接外包 就是一千块钱 你像这种 按六月份 这种按一千块钱来算的话 对吧 那要个七个月 对吧 六七个月 是吧 要个六七个月 是不是 那你如果说 你像这种情况 你看像这个学员 对吧 他一个月接三万 对吧 那学法早就回来了 一个月接三万 那这个学员 一个月接三万 那有些人接得多 有些人接得少 那还有这个同学 对吧 外包养人 钱又变多了 但学费早就回来了 累计收入四五千了 这也有啊 是吧 那这一个外包 对吧 一个抢票的一个外包 一千块钱 看到没 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对吧 三天 看吧 思路走 不然一天 原本一天就搞定了 但是呢 走思路 走歪了路 对吧 思路出了一些问题 然后写了三天 三天一千块钱 对吧 三天一千块钱 老师多不多 对吧 还OK吧 还行吧 来 那这个有个同学 三天两千的 看到没有 这是三 一个两千的外包 它是26号就收款了 两千块钱 三天 是不是 也有吧 对吧 很多啊 很多很多这样的同学 你看这里有个外包 一千块钱的 一千块钱的外包 是不是 一千块钱外包 那有些同学 一个外包 一万多块钱 一个外包就回本了 看完一个外包的话 一万 对吧 一万 报了一万 直接报一万 一万的价格 那再一些 是 两千五的价格 总个两千五 收了七百五的定金 其实抽了七百五的金 所以说你要去 集外包 集外包 然后你能 多久回学费的话 这个要看你的一个情况 因为 看外包价格嘛 对吧 一般你好好学的话 两三个月 三四个月 都可能 都有可能 你快的话一个月也可能 对啊 这个说不清 好 两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五百块钱的外包 爬快手势频的 看到没有 对吧 这是集外包的 你说老师 那就业的呢 你不是说可以就业吗 对啊 那你们就业找工作的是怎么样 爬虫是不是没有那么贵的外包 那刚刚不是一个两千 不就是爬虫的吗 刚刚这个两千不就是爬虫的吗 爬去抖音的评论 两千 这不就是两千吗 对 那还有我们 呃 一千五的外包 爬虫 也是爬虫的 一千五的 你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那 一千五的 对吧 一千五 他有高有低的 这不一定的 有高有低的 他这个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知道吧 有简单的话 几百块钱 对吧 一两百块钱 两三百块钱 几十块钱都可能有 但是难度大的话 几千块钱的都有啊 都有 这要看情况 好吧 看情况 那我们像就业的话 也是一样的 就业的话 你要找到一个好工作的话 他也是OK的 那像我们这一个同学 那 对吧 他呃 面试的是七千五到八千五 你看没有 七千五到八千五 他第一天面试 第二天就来短期了 面试过了 然后他忘 他他没看到信息 然后又去面试了一家 然后对技能要求很高 只要技术OK 10k或者更高就行 所以说你在这个行业里 只要你技术达标了 对吧 你薪资不是问题啊 薪资不是问题 抢票也是爬松那种 对的 抢票也是爬松那种 抢票的话 用的也是爬松的支持点 也是用的爬松支持点 好吧 这个外包是轻能提供 还是自己找 我们也会提供 你也可以自己找 都是可以的 你看到没有 像 呃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12到24k 那轻能提供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 专门的一个外包群啊 有个专门的外包群 我们也会把外包 和一些就业的 你看 划在这里面 那500块钱给个界面 简单的盖子调用就行了 来些简单500块钱 是吧 然后的话 我们这些一些外包的话 我们都会发在这个群里面 他都会发在这个群里面 外包群里面 好吧 好吧 这里的话有个同学报名了 恭喜我们 呃 传言的实为同学 通过微信支付学费300元 成功预定报名 拍送全到高兴就业课程 获得我们满千减百 加分期免息 加人工智能 加自动化办公室的一个 啊 福利优惠 那名号的话 简称下我们最后的四个 恭喜一下我们的一个传言为 传言的维持为同学啊 恭喜大家 我们喜满学习 想要详细了解系统课程同学 可以去加一下我们 近期老师微信 Python1018 哇 右上角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近期老师的一个微信啊 近期老师微信 你们可以去扫码 添加一下也是OK的 好吧 啊 现在还在听课同学来 还在听课的同学来给老师哭哭 还在听课同学给老师哭哭 看一下 也顺便给大家签个道 看还有哪些同学在听课 大门无影无鸦同学 B.O.B.同学 我们的一个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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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 我们的还有谁 大老虎 大老虎 对吧 B.O.B.对吧 大老虎 大老虎 B.O.B.看到没有 报名了不 不早报找学对吧 嗯 报名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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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咋没有啊 你咋没有 我不知道你咋没有啊 但我这里是17位同学啊 有谁没有 对吧 好吧 想要学的话可以去加我们那个旌旗老师微信啊 旌旗老师微信 你也签到了 没关系啊 我这里看到 有线下班吗 我们是线上的哦 我们是线上的 线下的话现在不太好 线下的话现在疫情大家也能知道也能了解好不好 线下的话说实话 说有一说一 首先有两个 一 学费贵 学费贵 这个是大家问的第二 地域问题 就是区域问题 地域问题 第三 疫情问题 是吧 第四 上学问题 那就是地域问题 就时间问题啊 好 时间问题 对啊 你做线 你做线上的话 线上的话 只要你有网 哪里都是课堂 只要你干嘛 你有网络 网络 有电脑 就可以学习 无障碍啊 不会受地域限制的 哪怕你在家隔离你都能学 说真实话 对 哪怕你是在家里面 你都能学 但是你像学费而且没有新加贵 地域问题的话也不也不会说 对吧 你在比如说你在北京 对 我在长沙啊 你一样能学 是吧 你在其他地方 我们有网络 一样能学 像疫情的话大家也能知道 你能明白 对吧 现在的话 如果说突然出现了疫情 那你干嘛呢 你是直接线下变线上啊 直接就线下变成线上了 那何必呢 对吧 而且你还要为自己的一个身体担忧 时间问题的话就是什么呢 你的一个车程 车程 对吧 你要你要如果说是按时间去学的话 你要去上学吧 你要去他那个学校吧 你来回的车坐车的一个时间 你都可以在心上学一节课了 其次的话就是什么呢 啊 如果说你要脱产的话 有种脱产脱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全身心投入 全身心 投入 对吧 工作也不做了 是啊就就就学 那你的一个成本很大呀 成本很大 是啊 7280只是学拍成这个软件吗 拍成他不是软件 拍成他是一个编程语言 拍成是编程语言 对吧 编程语言 好吧 我们学的话是学的是拍成证明编程语言 那这么编程语言 可以做的是非常多的 就比如说我们交给大家的一个什么爬虫 比如说我们交给你们的爬虫爬虫 可以看到吗 采集各大平台的一个数据 对吧 做什么呢 各大网站的一个可自动化操作 脚本 对吧 是不是 然后我们像一些一些小的脚本也是可以做的 像我们数据可视化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的话就做一什么 数据处理 数据 处理 预测 预测 然后的话我们可视化图表 可视化图表 还有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全站开发 全站开发是什么呢 开发网站 开发 开发网站 开发网站 不是开房 开发网站 对吧 系统 系统这些都可以 然后自动化办公的话就不用说了吧 自动化办公就是你的一个什么呢 做就是把批量的 把重复批量的工作用代码用程序代替 人工智能的话就不用多说了 对吧 算法 算法 对吧 看到没有 这就是啊 你这样爬虫的话 你这样抢购脚本也是 其实大家对于我们的一个内容 抢购的一个脚本抢购商品 算我们的一个自动自动点赞 对吧 投币像B站的自动点赞投币收藏 对吧 评论 是吧 自动自动发送弹幕 哎 这些都是可以的 是吧都是可以的 那数据可视化的话呢 我们大屏的一个操作 数据大屏的一个操作 给大家看一下 给你们演示一下 对吧 很多同学对于这些东西的话了解的不是很多 没有关系 给大家演示看一下效果 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可视化大屏的一个效果 对吧 结合了前端一起做的 结合了前端一起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那就把我们这些图表给大家干嘛呢 变成这个样子的 就把我们的图表变成这样 把我们的数据变成一个图表的一个样子 图表的形式 前面不是也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到吗 我们做的话是这种简单的 我们这里做的话是这种简单的 是不是 它是整合到一起了的 整合到了一起了的 整合到一起的 对吧 你也可以做什么软件开发 做一些软件开发 你这样采集一些视频啊 对吧 各大平台的一个数据啊 软件啊 做一些小的软件啊 比如说一些啊 我今天今天下午写的一个小案例啊 对啊 我原本想做一个采集的一个软件的 对啊还没写完 带一些什么小软件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用户的一个注册登录啊 对啊注册会员 忘记密码 对吧 你这样注册登录 是吧我们忘记密码的话 我是写了一些东西好像 你根本就没有密码 你心里没有数吗 对啊忘记密码啊 登录的话会弹出一个维码啊 这个维码的话 还有我们登录你的密码对吧 有问题 是吧 那我们也可以登录一下adme 是吧 123456 是吧 我们没有做啊 啊 骗你的怎么会把密码告诉你呢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是做的一些小软件啊 做的一些小软件 还有我们做的这个爬虫的一个软件 那爬虫的一个数据采集的一个小软件 你可以采集根据你的一个需求 选择采集视频采集音乐采集商品都可以 那采集视频的话 你可以采集b站 a站腾讯的 我没写完啊音乐的话 是吧音乐的话 你可以跟音乐玩语音哭我哭狗 那商品的话呢 对吧商品的话京东淘宝 当当亚马逊 那图片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 然后点击个下载就行了 只是说我现在制作了一个界面之后的话 会把功能慢慢的一个完善 也可以做这种软件也是可以的 对吧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你想要做的话 其实我们能能做的很多啊 能做的很多 能做的一些东西的话是比较多的 只是说我这个案例没写完 我今天下午写了 但是案例还没写完 因为需求的话 想把它完善的话 有些东西代码量的话就会多一些 就会多一些 好吧 很多的啊 那只要你想学的话都是可以的 其实很多东西的话看你们的一个需求 我不知道大家想学了派生做什么 你们想学派生做什么呢 你们想学派生做什么呢 就你们有没有自己想法 就想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默默同学 还有我们这一个哈哈同学 还有我们这一个 对吧我们我们 那个无影无鸦同学对吧 我无鸦无影还有其他同学啊 这同学的话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看预期写的作业呢 这是我们Y的一个 对吧 Y是我们的VIP圈啊 这是用GP的 我们数据分析的话 我们数据分析都是用的GP的去写的 GP的去做的 可以做机器人吗 做机器人的话 我们一般啊 你要做的话也可以做也可以做 用scout编程 机器人的话其实相当于什么呢 你要自己去写的话 啊也能对吧 就自己去模拟对话吗 去模拟对话吗 其实我可以给他直接很简单啊 很简单 对吧做机器人很简单 你只要把他的后台逻辑写清楚就行了 但你要自己全完完从从到尾做出来的话 会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会调用API接口 会调用API接口 相当于你像我们的一个指令嘛 你输入什么对吧 你输入什么东西 然后机器人给你返回什么 输入什么指令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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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然后那个AI对吧 给你什么反馈吗 给你什么反馈 算这些的话 你要从用程序去实现一些简单的话 是可以的 可以弄得出来的 好 ok吧 有没有想跟老师系统学 想跟老师系统学的话 都可以去加一下我们进行老师微信啊 对吧 都可以去加一下我们进行老师微信 好吧 那来还在听个同学 扣个一看一下 还在听个同学扣一啊 那我们就接着把后面的内容给他去完善啊 把后面的内容给他去完善一下 你超你同学啊 超你同学 请智同学 拍神这一个数可以连接数据库吗 啊 我们交数据库 你说能不能连接数据库啊 可以的可以 因为我们都交了数据库啊 但我们交了mongodb radius 还有我们脉色口数据库 这三个数据库我们都交了 你说可以吗 肯定可以啊 那肯定可以啊 埋设个数据库也可以啊 对啊 像我们这些同学还在听课的啊 如果说想跟老师学的话 可以去加一下我们进行老师的去了解一下啊 去了解一下 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没有问题的 好吧 OK OK 那么接着来啊 接着 接着的话我们去干嘛呢 去 采集详记 好吧 采集详记 采集详记 采集详记的话 我们可以先把这些代码先注释一下 直接去做详记哪个数据采集啊 哎 注释一下 那这里的话我们写一个这个 采集详情 详情页数据像我们的一个什么呢啊 我们的一个地址 对吧 我们地址 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还有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 呃 营业时间 打营业时间 这些的话我们都可以给他去采集下来 采集下来 那么随便找一个吧 找那个木吧 好吧 找那个木 木呢 那个木去哪了 那个木还在吗 木好像不在嘞 去看一下看一下那个木 把这个链接给他复制过来 我们去采集这个吧 好吧 采集这个 采集的话 那我们还记得我们前面的思路吗 啊 采集的话还记得前面的思路吗 来 呃 原谅老师啊 文品不是 文文文化不是很好啊 文品不高 学历不高啊 对吧 文盲啊 对吧 恭喜我们这个匹 屏幕同学 昂屏幕 这是昂吗 感觉好像是个昂啊 但又不像昂 对啊 这好像又不是个昂 像昂又不像昂 这是昂吗 这不是昂吧 昂屏幕吗 啊 恭喜我们这个 就当作是昂屏幕同学吧 昂屏幕同学 通过微信支付学费300元成功预定报名 Python全道高兴就业课程 获得我们满千减百加分析免息加人工智能加自动化办公课程啊 那一会名后的话 简单上我们最后三个 恭喜这个同学 加入我们新班学习 我们新班的话 在我们这个月啊 这个一号就会开班 想要详细了解系统课程的话 可以去加一下我们进行老师微信 Python1018 但是老师本着什么呢 本着啊 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一个 我要去识别一下 啊 他只是识别一个毛字出来 我认识傻了 哎 我要识别一下 真的这个 这个字我不认识的话 我就觉得 很不舒服 哎 他就是昂嘛 毛 哎 刚刚这个不是个昂吗 啊 这个是毛啊 毛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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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毛皮 毛皮屹幕同学毛皮木 妙 啊 好的 对啊 懂我懂了 对吧 所以说不懂就百度啊 不懂就识别 对啊 就懂了 所以说 对于不懂的东西 没有那么可怕 只要你愿意虚心去学 都是会懂的 但是不给他念出来的话 多少心里有点不舒服 多少心里有点不舒服 OK 来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那么之前采集的思路还知道吗 爬虫的一个基本思路流程 还记得不 思路流程还记得不 对我们再听个的同学们 思路流程还记得不 来给大家回复一下 不记得了 啊 流程 还记得不 我们前面是爬的列表 也是这样子的 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我们爬 想记得的话 也是这个思路吗 也是这个思路吗 先干嘛呢 先去分析数据啊 对我们第一个 先分析数据啊 先分析数据来源 对吧 分析数据来源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抓包 对不对 我是不是要抓包 对不对 右键点击检查 选择network everybody 啊 everybody跟着我一起来啊 好吧 啊 不需要大家取起双手啊 不需要大家取起双手 但是跟着我来 好不好 那么先刷新啊 打开刷新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根据我们的关键字去搜索 关键字搜索 我要的电话号码 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粘贴 回车 找到相应的内容 是不是 在这个response里面 就有我们想要的链接 看到没有 就有我们想要的这个链接 iPhone Phone 啊 不是iPhone 是Phone 对不对 Phone 电话 open time 时间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地址 是不是都有 我们请求哪个网站 请求这个网站 好不好 那就OK了吧 明白了吧 思路是不是懂了 然后再次干嘛呢 代码实现步骤 对不对 还是一样的 确定干嘛呢 第一步 我自己的话就稍微写快一点了 确定请求URL 确定URL 那么就用个link去接受一下 Headers 伪装 对不对 第二步 Headers伪装 Headers伪装的话 我就把这内容全部给它复制过来 Cookie 啊 这个的话就要Cookie了 这里就要Cookie Horse这些我们七八八的 我全面给它复制过来 啊 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嗯 复制 然后呢 批量替换 还记得不 批量替换还记得不 选真内容 按住Counter加 输入我们的一个正则表达 是的一个命令 点心问 冒号空格 括号 点心 对吧 引号引号 $1 冒号 冒号 冒号空格 引号引号 $2 逗号 replace all 全部替换 把不要的我们给它删掉 这些不要的东西我给它删掉 然后呢 我们第三部 第三部电码 发送请求 replace 那我这里的话直接用个html data 等于什么呢 request 点上get请求 url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这一个link headers 等于headers 点上我们的一个text 这里不接受呢 点上text printed 打印下 html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第四个 获取数据 获取数据 还记得不 这些代码你们还记得不 对吧 我们这代码的话你们别忘了啊 对吧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一遍别忘了 来 我们想的数据是不是在这里 那我们要的一个什么呢 我们要的这个电话号码在这里面有吗 来看一看搜索一下 对不对 在这里面是不是电话号码是有了 电话号码是不是就有了 都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电话号码 那我们电话号码有了 我们直接用正折 第五部解析数据啊 第五部个代码 解析数据 用正折 re正折 来正折会用的同学 扣扣1 会用 扣1 不会的话扣2 扣2 不会扣2 会的话扣1 对吧 正折 会的扣1 不会的扣2 我们这里导入一个正折模块 正折 模块 对吧 这正折的话 importre importre 它也是内置的 它也是内置的 不许安装 1.5 对吧 没关系啊 教你们很简单 对吧 那这里的话就要多行注释了 多行注释了 正折表达 是的话就非常好用 我们用的是什么呢 R1点上一个 啊 放到 放到的一个方法 用R1点放到 用这个方法去匹配数据 去找寻 放到是什么意思啊 找到所有嘛 对吧 这个讲过很多遍了 找到所有 找到 所有我们想要的数据 想要的数据 就是告诉它 告诉程序 告诉程序 我们是从什么地方 去找什么数据 从什么地方去找什么数据 我们从哪里找 从我们这个 html data里面 从这个html data里面 找哪一段 找这么一段数据内容 我把这段内容全部给它复制过来 全部复制过来 暂停进去 那这些 这个地址我也要 地址我也给它复制过来 这个是不是要的 括号 点 新问 这地址是要的吧 电话是不是也要的 括号 点 新问 开发 那这个营业时间是不是也要的 括号 点 新问 对 是从这里匹配的 那我们用一个什么呢 shop info 用这个变量去接受一下 打印一下这个shop info 打印一下这个shop info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给它注释掉了 运行 看没有 我的数据是不是得到了 数据是不是得到了 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是不是得到了 那我们就给它去干嘛呢 对吧 有 有 啊 嗯 嗯 要加吗 要不要加 要加吗 不要加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个这个形式 它是个这个 它是个字符 对吧 所以说我们去做处理啊 直接取出来 比如说我们要的什么呢 地址 地址取值 我先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的话 取个零 取个零的话 就是里面这个 然后再取什么呢 取 取零的话是地址 取一的话是电话 取二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营业时间 那我们就给它复制一下 iPhone open time 对 这open time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它替换掉 replace 啊 这个换行符的话 我们给它替换掉 给它替换成一个空的 然后呢 把这三个都打印一下 啊 这是把我们的数据给它取出来了 把我们这三个数据就给它取出来了 完美的取出来了 有没有问题 可以分多少期来张 12期 可以分12期 可以分12期 12期 一年 可以分12期啊 零利息零手续费导 好的 恭喜下我们晚秋同学通过微信支付学费300元成功预定报名Python全套高兴就业课程获得我们腾讯课堂满千减百加分期免息加人工智能加车动画面工 名后的话 仅是下我们最后两个 恭喜下晚的秋同学加我们新买学习想要详细了解系统课程的话可以加我们进行老师微信啊Python1018 好吧 OK 大家有没有问题啊 这里的话正则表达是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的话就QQ6 有问题的话问一下 问一下给大家去解答 没有是吧 那其他同学呢 6 对吧 其他同学呢 请指没有问题是吧 请指没有问题 那我们前面不是有个Y同学吗 YSIN同学还在吗 YSIN同学还在吗 OK 1 没问题是吧 OK 确定没问题哦 确定没问题哦 那我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replace是什么意思 replace是什么 对啊 对啊 你没有问题的话那我再问一下 这个是什么 什么意思 对啊 你们没问题 那我要问问问你们问题了 对吧 懂得先别问啊 先别回啊 那些Q6的先 VIP学员先别回啊 VIP学员先别做解答 对吧 我想想想听公安课学员说 你VIP学员的话 这些在课程里面都教了的 在课程里面教了 你们肯定都懂了 我想知道VIP学 一下标 一下标什么 下标 他下标表示的是什么 他下标 你就说个下标 我要听准确的回答 你下标的话 我满分至十分 我只给你两分 对吧 你说个下标的话 我只能给你两分 对吧 两分多了 我可能给一个一分 也可能一到两分 对吧 像序列取值的话 我能给你个七分 对吧 我来一步步打印啊 这个是根据什么 根据所有位置取值啊 根据所有位置取值 来我先给大家打印这个 他是根据所有位置取值 对吧 一问问题 他就不说话了啊 他是什么呢 这个shopinfo 是我们的一个原主 原主 然后下面的取值的话 中括号对吧 这些零 是根据所有位置 所有位置取值 所有位置取值 像我们的一个 所有位置的话 我们计数啊 计数的话 都是从零开始的 从零开始计数 从零开始计数的 所以说是零一二 代表的是他 第几个元素位置 代表是第几个位置 从从我们的一个 左边往右边的话 这样子的话 是我们的 表示什么 是我们那个 一配零 零 零 一 二 对吧 然后从右边 往左边的话 从右往左边 这边对应的话 就是 负一 负二 安德 负三 好吧 安德负三 他是个原主 麻了吗 麻了 不知道 麻了 但不知道 我可以教你吗 对吧 这些东西的话 都可以教你了 恭喜下我们空白名通过 空白名同学通过微信支付学费300元 成功预定泡名 Python全套高兴剧学课程 获得我们腾讯课堂满千减百 加分期免息 加人工智能 加自动化办公课程 来优惠名用的话 仅剩下最后一个 恭喜下我们这个空白名同学 想要详细了解系统课程同学 可以去加下我们近期老书信 Python1018 好吧 恭喜下这个同学 现在懂了吗 YSIN同学 YSIN同学 懂了是吧 OK 那replace呢 它是替换 是字符串替换的一个方法 替换的一个方法 是把什么呢 把我们这一个 因为我们看到没有 我这个字符串的内容 它是不是斜杠斜杠N 是不是斜杠斜杠N 把这个斜杠斜杠N 替换成空的 空空的 不是空格 空的 因为这里面是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空的 所以说他就把它直接给 相当于啊 删掉 相当于把这个给它删了 懂了没有 相当于把它删了 就这么回事 就是我们给它取出来的数据 那这边的话有没有问题 正则有没有问题 正则有没有问题 正则有没有问题了 就是从什么呢 这相当于这行代码的话 就从 从HTML data里面 去找什么呢 找这一段内容 找这么一段内容 这段内容 这段 哎 其中什么呢 其中点心问的 对啊 括号点心问就是我们要的 括号点心问就是我们要的数据 要的数据 对 就这么回事啊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啊 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了 而且我们对吧 我们前面说了 我们做多个的话 是要去分析请求的一个参数变化 我们请求的这个链接是什么 这个链接是不是 我们店铺的一个什么呢 店铺的一个详情页 店铺的详情页 那店铺的详情页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就已经获取到了 在这里是不是已经获取到了 所以说如果说我要做多页的话 我只是要把那一段代码添加到这后面就完事了 理解吧 我把那一段代码添加到后面 然后把这个url就每次给他改就行了 给他改给他改 那他就会重复爬去了 好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多个着品店铺的一个数据啊 然后我们的一个呃 可视化的话来可视化 可视化代码的话 抠一的同学免费送啊 对啊 来可视化代码需要的同学 抠抠一给你 大家就直接送 赠送这个代码了 这代码可以发给你啊 发给你 好发给你 抠一啊 抠一啊 要不加微信吧 对吧 你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拿 加微信吧 加微信的同学 备注好听课名字啊 听课名字我发给你 对啊 你现在加 你现在加 我等一下就发给你 好吧 你现在加 我等一下就发给你 备注好 听课尼称 那可视化的代码 我就可以发给大家 OK 现在有一位同学家了 啊 空白名 OK Tony家了 OK 我也给你们同意一下 OK 默默啊 我是 OK 我们这四位同学家了 OK 好的 我们啊 我们 这是谁啊 给你们同意一下 给你们同意一下 是吧 你们等一下课后的话 如果说对于这节课 有什么不懂的话 对于这节课的话 你们到时候可以找老师 要个录播 然后对于这节课 有什么不懂的话 我们可以 对啊 你要通过呀 那不再通过吗 那么急干嘛 不要急啊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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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会通过的 真的是 心急吃不了肉豆腐 这个Tony同学 啊 我是请止 OK 好吧 都给你们发个表情 表示我同意了 好吧 表示我同意了 OK 对啊 发个表情啊 表示我同意了 大家都应该说 我发的表情了 发那么大的脾气干嘛 这些都是医生父母 道歉好了 对不起 没有发脾气啊 对不起 各位 都是医生父母 我真怕 是吧 发了猫猫的表情 对了 发了一个猫的表情 对啊 都是医生父母啊 你说的好对啊 对啊 很对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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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给你们发了这个表情 我可以给你们发出来 对啊 你们应该都收到了这个表情啊 这表情是我们一个老师发给我的 我觉得挺有 挺有意思的 好吧 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都可以问啊 现在 现在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都可以问 对啊 有什么想问的吗 都可以问 现在给大家几答环节 你们想想想想问什么 都可以问啊 你们解答一下关于我们今天讲课的那种 你说老师我今天课程那种的话 还有一些地方不太懂 对吧 你也可以问 好吧 也可以问 你说老师对于拍摄的一些方向 有些其他的 你可能不太理解 你也可以问啊 也可以问 都能问 对啊 都能问 有安占 有安卓立项的课吗 同学 同学啊 这里啊 跟你说一下 首先啊 首先你们要明白一个东西啊 我们的课程啊 我们的课程 对吧 课程 是教授你到 教授你可以去工作 就业啊 而不是干嘛呢 而不是 教授你三年工作经验的那一种啊 不是教授你三年工作经验的那一种啊 或者说一出来就是什么的 高级开发程序员 高级开发员 人员好不好 到我是教到你能出去找工作 完全是没问题 对吧 你而且你安卓立项 你知道要学什么 你安卓立项 你除了拍摄以外 除了拍摄以外 你还要学加网 还要学安卓 还要学加网 还要学安卓 对吧 对吧 像我看回看 还也可以啊 你应该都有我们老师微信啊 我们老师到时候助理老师都会发给你的 都会发你们回看的 回看的话 我们等一下也给他保存一下吧 保存的话到时候我也发你一份 好吧 像这个默默同学啊 对吧 你你 你这个有点有点有点那个了 因为像安卓立项的话 需要安卓和加网的基础 不然的话 你学不会啊 不然学不会 你看又又要教你安卓 又要教你加网的话 说实话 那得加钱 对吧 得加钱 看一下 这个同学问了一个东西 open charm 对吧 这里复制到认识表达 这里面规则不是带了一个血缸吗 打出来打印是这个 我明白 因为它是转译了 转译字符啊 转译字符 就正常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杠N 它是什么呢 它没有不明白 因为它就是一个字符串 它是个字符 这个杠N的话 杠N换行符能理解吧 换行符可以理解吧 这个杠的话 前面这个杠是什么呢 前面这个杠 它是一个转译字符 转译字符 它是一个字符串啊 就把这个给它转译掉了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因为啊 在pass里面 它会在 在我们排架里面 它会自动会把这个给它干嘛呢 给它隐藏掉的 会自动把这个隐藏掉的 在排架里面 会自动隐藏掉的 匹配不是匹配到这个吗 匹配到的话 匹配到的是这个 我们匹配到的是这个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看到的是 它只是一个杠N 但是我们匹配得到的数据 它是有这个的 懂吗 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在这里面看的话 它这个显示是个杠N 但是它实际上 前面有一个斜杠的 是吧 不然的话 它有一个什么呢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换行的 不然它会有一个换行的 懂吗 我们匹 我们看到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匹配得到的数据 它是多了一个斜杠的 多了一个那个的 就比如说像我们这里打印的话 像我们这个打印 其实在外面的话 在外面这里是 是有个引号的 这里有个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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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吗 它是有引号的 只是说它隐藏了而已 好吧 OK吧 还有问题吗 还有没有问题 想看你做 想看你做软件砸整 勒动 啊 啥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 想看你做软件砸整 勒动动 咱不着急 咱不着急 可以慢慢打字 不着急 同学应该是打字 打错了 同学应该是打字打错了 那一位 GP的那个动态 我想看你做 哦 这个 这个是吧 这个 我给你分享个抖音视频 你就知道了 因为我看那个抖音视频 去做的 因为我是看了一个教程啊 看了一个 因为我在刷视频的时候 刷到人家这个界面 我觉得挺好看的 然后我去 去跟着它那个教程 去做出来的 就是用的一个软件设置啊 对啊 我可以把这个视频发给你啊 它这个视频能保存吗 看一下 它这个视频啊 不能保存 但是我可以分享给你啊 我可以分享给你 好吧